卢秀燕市长表示,去年首届台中购物节总登陆金额为25亿元,是否考量受疫情影响,民众消费会比较谨慎紧缩。 但是疫情解封后,报复性消费真的发生报复在台中,登陆金额不但两倍增,8月31日截止日突破80亿元,登陆资料量大增。 许多民众致电询问市府,还可不可以登陆,因此决定延长登陆时间。 大家想要来抽豪宅,那我们9月12号要抽税报表,所以金发局研究以后呢,那决定要放宽三天,给大家再登陆。 因为昨天,听说还很多人在采买,很多人在消费,打电话跟市政府说可不可以,登陆来不及,那我们决定要放宽三天。 金发局说明,市府为了扩大民众参与,除了延长登陆时间至9月3号晚上11点59分,更将云端伺服器规格升级至顶级。 更新APP提升处理效能,让民众都能登陆发票,把握机会抽购物节最大奖豪宅一间。 警广记者梁轩,台中市报道。